继今年红道大街小巷的真人秀《中国有嘻哈》后,又将有新的选秀节目要与大家见面了。 今日,张艺兴作为全民制作人代表,现身北京,带来偶像养成类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。 但天,更与欧阳静、王嘉尔空降,带来合唱曲目《燃爆现场》。 大家都知道,咱们张艺兴、王嘉尔两大爱豆可都是从偶像团体里出来的,所以节目开始之前,是不是得给晚辈们来一点建设性的意见呢? 这是团队里面的一个默契,就是大家支持大家,不管是辛苦的时候、开心的时候,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、好的事,跟大家互相支持、互相相信,就一直有一个幸运,不管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选择,就都追求大家,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反对的一个反应,一个影响。 所以对我来说,就是这个原因。 所以,我也是这么想的,但是正好我们说到这个问题,我刚才想的,如果我们的这个制度团队在做完,我现在听说,我会有一个这样的团队在里面的话,那我觉得还是蛮棒的。 谢谢大家。